打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4号星期四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 10月15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在处罪九十节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6号星期六 念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持在处罪七千节 晚上六点半 兰卡威搭传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12月17号星期日 念释迦摩尼佛 持在处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九一倍 下午两点半 南卡威出海放生 晚上七点 幸运太四 此被诗时超度法会 此被诗时超度法会 点灯 供水 药供 12月18号星期一 念定光如来 持在处罪四十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九一倍 新加坡 第四届 短期出家圆满 12月20号星期三 下午四点至九点 新加坡精英堂 红帽连桥和庙佛法讲座 12月21号星期四 南安尊王千秋 下午两点至十点 新加坡精英堂 红帽连桥和庙 大蒙山诗时超度法会 12月22号星期五 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 下午三点 主题以大悲心力声 晚上七点 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 12月23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半 马来西亚新山SAF 帆船俱乐部慈悲放声活动 12月24号星期日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新山慈悲协会撒净 晚上七点 新山柔佛在野大玛礼堂 佛法开示 讲题 幸福与快乐 12月25号星期一 炼药师琉璃光如来 持战处罪三十节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在野大玛礼堂 八观灾戒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 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天使用爱创造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持登法船 欧美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于德国慕尼黑的打好集中营 天空层叠着后世的灰云 就像德国过去的纳粹专制政权 留给世界历史里的 一幕久久不散的阴霾 然而这一天 仿佛上昌垂帘的禁锢此地 近百年的无数远离 海淘法师领重到了打好集中营 沿途迟奏实施 就像是菩萨浑身就酷 翩翩而来 从二战后至今 在达好集中营的纪念遗址中 藉由造型艺术 纪念那段仁如枯骨 禁锢于踢刀剑网般的地狱围离中 遭受迫害的悲惨岁月 灰色的纪念墙上 技术当时在希特勒的 纳粹帝国专制集权操控下 纽伦堡法律将种族歧视制度化 成千上万人 被以预防性监护的名义逮捕 并送入集中营 每天一二次号称 特别待遇的行动计划 许多被贴上 无效运输的老弱俘虏 被送进杀戮中心的毒气室 进行集体杀戮或人体实验 其中还包括大量的犹太人 1944年12月起 被视为纳粹政权 用来谋杀阵敌 即突灭异足的集中营 囚犯人数大增 绝望于拥挤兵 成千上万生命 死于斑枕 伤寒等流行病 此外根据记载 随着盟军逼近 前线的集中营被撤离 囚犯也被运送到 纳粹的难母民营 过程中 无数囚犯 经不住持续数周的 班册和行径 而死于疾病 虚弱 营养不良与约带 无法行走的囚犯 当下急遭强决 二战后的 打好集中营纪念遗址 在许多纪念地点 设有受害者纪念碑 原本的设计场地 则转为游民收容所 佛子们随着海涛法师 巡行营中各处 并诵持慈悲咒语 祈愿藉由佛法 及众人善心共修的 慈悲愿地 所有受害者 解脱渊渊 自在保足 脱离苦痛 在大和尚的带领下 众人同声唱颂 咖玛巴千诺 祈请诸佛菩萨 慈悲降低加持 尽管佛子们勤奋的脚步 对偌大的达好集中营而言 如悲水扯心 但愿成佛此地 成就众善 如法语干入 能令一滴骗十方 六道众生解冤事结 离苦得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战后的纪念营中 也设立了许多受害者所属的民族纪念馆 佛子们也随缘点灯祝福 祈愿众生解冤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是众人的虔诚悲心感动祝福 在回尘的途中 天空现出了彩虹 就像是回应了佛子们的慈悲行动 众人欢喜惊呼连连 当乌云树云遮蔽了夕阳与彩虹时 华眼睛范行品的一段话 犹如雨后红彩菜显之光 华眼睛范行品 行无上夜不求果报 了知境界无患如梦如影无想 亦如变化 一日 在前往德国地地我的路上 云空浩海 恰似为诸佛海会 孤城而来的一道道云楼潭 为云游四海 同法度众的佛子们 沿途匹佑 一路相随 根据地地湖的史料记载 地地湖周边许多重要区域 曾因战事遭到地毯式轰炸而造成伤网 期间满载众的列车也被迫中断运输 基督来到地地湖 对于慈悲众生的佛子而言 欣欣念念的总是如母众生 尤其因各种灾祸 往生的无形众生 因此佛子们繁重的行礼相中 总是装满救度众生的种种服务与器用 尽管远在欧洲 也要克尽其功 力求圆满 一心齐勤 佛教护法善神 加持众生 一心齐勤 圣母玛利亚 诸大圣众 在地地湖畔慈悲诗实法会的法座上 大和尚手持心香 慈悲齐请诸佛菩萨 三宝诸天护法善神降临加持 普召六道众生同来法会 受向甘露妙食与种种无用 庄下慈悲诗实法会 众人诵持经咒饭呗的同时 也陆续诗头各种妙食受用 祈愿藉由施食法门 利益六道友情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慈悲诗诗相云 变化无量 无边 药诗甘露 与饮食受用 为幽民众生 疗愈行乎极忧 却除伤痛病苦 消冤解解 众善成就之下 再度圆满德国地地不叛的慈悲诗实行动 末了 海涛法师领众众诗回向 随喜噶玛巴欧洲弘法的无上功德 与众善顾持的慈悲功德 并回向六道众生 互愿众生解脱轮回 正无上道 法会结束 慈悲的心却不曾斩歇 佛子们借由随时持咒诗实 在德国地地湖的湖光山色中 遍行佛宫 大方广佛华言经颂言 为历世间发大心 其心普遍于十方 众生国土三世法 佛籍菩萨最圣海 幼颂 如是发心无退转 慈念众生无战舍 遗珠脑海苦劳意 光明肇事为所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相传 地地湖是蓬荒中淹没的尘 于是远观绿草 绵延的导岸 或者长长的水面倒立 但无论如何 期待的心情总是怀抱光彩 晨光中 佛子们沉船游湖 随着船行划过 水波连连 众人的喜悦 也在山光水色之间张扬 沿途众人手持经番 或诗时或诗咒 或合掌祝福 期间 法师也高举宝平 为当地无趋所有水足务密 即六道众生 虔诚持咒回修 祈愿诸佛加持 众善事功 如愿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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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否久留于世 和佛书经典的流传 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唱饮金书 助饮金书 流通金书 对蓄佛会命 有极大的贡献与风德 顾持饮经协会 其实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 欢迎诸位大德 踊跃加入会员 随喜功德 顾持请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或洽03-989-8686 中华印经协会 跨播账号1965-848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你啊 说好 带你啊 说好 带你啊 说好 大手术 做完以后 肺的高压 不能降下来 像这种情况 要花什么玩 做什么 你说 用十字 绣了一幅活作 这也算玩 也可以 那么 如果有什么方式 我就给这个 便消毒 尽量做 最快就是放生 因为这个放生 特别 各位放生 不是只有高级 他们来说参加放生 这个功德还没有那么大 最大的功德是 自己去菜市里买 那功德最大 因为你去菜市里买 现一样就要用台 现一样就用台 很可能 而且你去菜市里买到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 如果能够自己去做 特别你心中有空 那你就看到很多动药 被破肚子 拔心脏 拔内脏 叫越多越好 叫越多越好 所以除了忏悔 自己打扁 要忏悔 第二呢 方生 第三呢 这个人心中不败 肝不败 这个比较有关 比较心态有关 你就要改变你的心态 有的人心态 就比较急性 有的人比较不败 有的人远分 有一种人偷懒 去折到 摸咪的时候 他的朋友 把你抖多少钱 想不通 靠很久 那种的 就感情 久你就打扁 虽然这事情好像过去了 但是你如果想到 过口 过不一樣 那种事情痛苦吧 所以各位 心肝有这种事情了 有没有 有快拿出来 没在里面博 年轻人叫他放纱 叫他放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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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什么 穿着 欺负 叫你媳婦 怎么拗 每天就老什么 老什么 想到就没了 那种的 冠军 把他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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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古老 出变了 这个叫什么 概念式思维 用你的循环 所以除了忏悔 心态要改变 我们有在对地 点灯 奉心 特别超多细心 保持药 这样去做 那 到底做一种就好吗 什么都做 各位 现在是生命要紧 还是钱要紧 你有多少钱 就算没钱 点灯 每天水米去细心 要冲 要冲 自卑加分 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自卑加分 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佛法的修学 不生气的生活 五 二 怒如画杀者 一 无论你为了何种原因 对他人生起 愤怒之心 切莫让自己 痛苦太久 而是要是要以智慧彻底思考 并找出愤怒的原因 最后就会有能力以智慧的方式 凌驾自己的愤怒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熄灭自己的愤怒 二 就如同用树枝在海边的沙滩上画图一样 很快地海浪就会洗去所有痕迹 于是海滩又像之前一样 一片干净空白 三 这种虽生起愤怒 却能够不让愤怒 驾驭自己太久的人 我们就成为怒入霸杀的人 三 怒入水闻者 一 当你为了某种原因 而对他人生起愤怒时 若能随即以决心 回到正念觉察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了解自己的愤怒 了解自己的愤怒只是暂时的情绪 一点也不真实 如此一再练习 而逐渐熟练之后 便能当下就将愤怒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如同用树枝换过水面一样 水波淹过之后 一切随即消失 完全不留一丝痕迹 三 愤怒生起后便生起觉察性 能够当下就放下愤怒的人 我们便称为怒辱水闻者 这种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们绝不会让自己沉淀在老人的痛苦中 任由日常生活的愤怒来荼毒自己 感谢观看 若知道如何导引并转移自己的愤怒 那么愤怒将会带来广大的利益 与其沉淋 与其沦为愤怒的标靶 或者既悲惨又消极的生活 不如学习可以把愤怒转变为可供巧用的正面力量 不如学习可以把愤怒转移自己的愤怒 不如学习可以把愤怒转移自己的愤怒 不愤怒转移自己的愤怒转移自己的愤怒 产生气的方法可称为管理愤怒的艺术 或转化愤怒为创造力的艺术 能将怒气这个负面能量转变为正面能量的方法 一 打扫环境 清洗衣服和浴室 二 下储烹饪或做些点心转移注意力 三 阅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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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跟貓國玩耍 6. 整理房間 7. 對知心好友傾訴親情 8. 從事運動 9. 精型採修 9. 靜下心想 9. 如果你是對的 9. 你沒必要發脾氣 9. 如果你是錯的 9. 你沒資格去發脾氣 9. 每個事件發生後一定有正面或負面兩種行星 9. 每個事件發生後一定有正面或負面兩種行星 9. 只因你選了負面 9. 所以才會生氣 10. 心想 10. 心想 10. 你們正 Malm Requé 10. 因如你選了負面 11. 心想 10. 心想 10. 心想 11. 心想 11. 心想 11. 心純 11. 心思 12. 1000. 心想 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改变 却可以因为不生气而赢得你转 佛陀教导我们 快乐最基本的条件是自由 一种避免内心负面心形的自由 我们需要学习真实面对自己的情绪 和转换情绪能量的智慧 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会生气 使别人带给我们的痛苦 这其实是内在的一种习气 如果深入的观察就毁灭掉 造成痛苦的是内心那颗愤怒的种子 对方只不过是次要的原因一样 无论愤怒因何生气 我们要做的只是去认知它 觉知自己的心情 念念分明地关照它 并成功地转化它 佛法的智慧来自接触真实的口痛 这样的佛法是适切而有效的 能对不同的情况对正想要 生命电视台带给大家一个存款的好地方 如何存钱最安心 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 帮助宣扬佛法 同时储存我们的功德法财 今日护士之音 将感召未来得福之谷 而且财富永不有失 实为一本万里之举 劝人不失 不持 就是助人为善 助人修福 是值得赞叹的菩萨行 正信佛陀法教的推广 需要众多不把菩萨的统性支援 您的每一份资源和力量都是帮助佛法 救助世间的推手 然而 这广传佛法保护生命的佛形事业 还需要更多的菩萨共同护持 故持画博账号1996-5232 1996-5232 库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母鹿断肠 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山林里 经常有梅花鹿出没 它们三五成群 而鹿群中数量最多的便是 母鹿和尚未成年的小鹿 由于梅花鹿全身都是宝 其鹿绒鹿骨有药用价值 鹿肉可供食用 因此吸引了很多人来此狩猎 哦 等一下 怎么了 发现什么了吗 大家放轻脚步 有梅花鹿刚从这里经过 我想它们一定还没跑远 太好了 走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发现它们了 看来今天我们不会空手而归了 太棒了 有两只鹿呢 我们可要一网打尽 千万别让它们给跑了呀 放心吧 跑不了的 就在猎人准备开枪 射杀梅花鹿的同时 快跑 忽然从不远处传来一声大喊 梅花鹿受到惊吓 纷纷逃跑 请不要伤害它们 喂 你是谁 为什么要向跑我们的猎物 我是住在山下的郭先生 郭先生 你是郭先生 怎么了 你认识他吗 是啊 郭先生曾经是这里最有名的猎人 他的枪法是三发百中的 很少有猎物能从他的手中逃跑 郭先生 神枪手郭先生 难道你真的是那位神枪手郭先生 是的 过去别人的确称我为神枪手 郭先生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再打猎 并且一直守护着这片森林 保护这里的动物不遭到猎杀 唉 这就说来话长了 那是五年前的某一天 我的儿子生病了 需要露血入药 于是我便拿着猎枪来到了山林 孩子的病不太严重 我开些药给他吃 保证就会好了 那麻烦您快点开药吧 不过这副药得用露血当药液才可以 露血 要去哪里弄露血啊 这好吧 我现在就去山上打着路 取些血来不就解决了 是啊 对郭先生这样的神枪手来说 取点露血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老公 路上小心 快去快回啊 好的 我会小心的 那天 我来到山林后没多久 便看到了一只母鹿 带着只小鹿 在一片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 太好了 竟然有两只鹿 我当时瞄准了那只小鹿 扣下扳机 子弹直接击中了小鹿的脑袋 它应声倒在雪坡中 梅花鹿非常难小 通常一有风吹草动 它们就会飞快地逃走 告诉我 是听到枪什么 但是那天 那只母鹿听到枪声后 却没有逃走 它一直守在小鹿身旁 一边用舌头 舔着小鹿的伤口 一边发出阵阵悲鸣 没过多久 那只母鹿 竟然也倒了下去 死在小鹿的身旁 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母鹿 怎么也死掉了 那只母鹿 突然地死了 让我感到非常奇怪 于是 我便去剖开了 母鹿的腹部 啊 怎么会这样 当我剖开母鹿的腹部后 简发现 它肚子里柔肠寸断 原来母鹿 因哀恋儿子惨死 悲伤过度 以至于长断身亡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想想我为了给儿子治病 而来山上打落驱血 母鹿为了自己的孩子 悲伤得柔肠寸断 人和动物 虽然有别 但是爱子之心 天性相同啊 我竟然如此残酷 让它们骨肉分离 于是 从那之后 我便发誓 永远不再打猎了 这 真是不可思议啊 那只母鹿 竟然会伤心到如此地步 是啊 看来不管是人类 还是动物 爱子之心 都是相同的呀 原来如此 我相信任何一个目睹 这一切的人 他的心灵 都会受到感动的 是啊 所以我从奈克起便发誓 要保护这里的动物 不受到伤害 因为就这样做 才能弥补 我过去犯下的错误 郭先生 今天听了你讲的 这个故事后 我决定 以后再也不打猎了 我也是 以后不再打猎了 郭先生 我以后和你一起 保护这里的生命 使他们 不再受到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跟各位介绍海超师傅 如果在生命教育店展颜 可以看到师傅 师长在那边红晃 我师长看到师傅到我们台湾各地的看守所跟监狱 去跟那些受刑人开示 让他们知道重新做人 所以我今天也要感谢海超师傅有这么好的一年 来这边跟各位结员 所以请各位同学 我们是不是乐烈的掌声 感谢师傅们 还有副网 好 我们现在请师傅来跟各位分享生命教育的这一块理念 谢谢各位 首先谢谢我们中贵的林校长 我们张会长的父母 各位尊敬的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利用今天短短的时间 各位谈的叫生命教育 应该可以取名字叫生命工程师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快乐 甚至女生要美丽 男生要有钱聪明有地位 有身体的人希望长寿健康 会讲话的人希望唱歌好听 等等等等 那我想每个人都在追求 所谓的这种美好快乐 就像你穿衣服你要买漂亮的 你买手机电脑要买效能好的 那既然要追求这个好 那怎么样可以达到好 为什么会不好 那这些我们要了解 我想每个人 特别各位这个年纪 你就会想说 为什么我隔壁那个男生 一百八十公分 我怎么会百六公分 为什么我隔壁那个女生 会有眼睛那么漂亮 双眼皮又大绿 我怎么会眼睛又小绿 为什么她皮肤这么细 那么白 我怎么会像黑人 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很重要 但是各位道理很简单 这一杯水 来看这边 水为什么会变甜的 这个跟宗教跟神跟佛论没关系 为什么变甜的 加了糖就变甜了 为什么会变甜的